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的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要聊一個看起來有點難的名詞 叫做 SOE 如果各位也常去一些精品咖啡店 或是在網路上看到SOE這個字眼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Single Origin Espresso 那什麼叫Single Origin Espresso呢 好 我們先來了解 Espresso當然就是濃縮咖啡 也就是我們一般在咖啡店裡面 你看到用義式機很大台的機器 會噴蒸氣那個機器 做出來的小小一杯的濃縮咖啡 大概有30cc到50cc左右 那一般來說呢 這個Espresso它是做花式咖啡的基底 譬如說你常喝的拿鐵 你常喝的卡布奇諾 都是由Espresso來做的 那在了解Espresso是什麼以後呢 我們就來思考 一般的Espresso呢 都是用綜合豆 也就是Blender 也就是說呢 這支豆子呢 可能包含了3到5種 甚至更多種不同國家 不同產區的豆子 混合成為一種配方豆 會叫做綜合豆 會叫做Blender 那這也是一般Espresso的常態 那一般來說這種豆子 它可能它的產區特色 就可能不會那麼強 因為它是好幾個產區 混合在一起 但它可能可以做出比較圓潤 或是油脂感比較飽滿的風味 而這種Espresso呢 在添加牛奶做成卡布或是拿鐵以後呢 它的風味比較不會過分清淡 所以喝起來會比較有幸福感 可能會比較有口感 那就是一般Espresso 那相對來說呢 Single Origin Espresso 就是單一產區的Espresso 也就是說我們不再使用綜合豆了喔 我們使用單一個產區 譬如說或者使用 爺加雪菲的某一個莊園的豆子 來做Espresso 那會變成怎麼樣呢 就是剛剛所說的比較圓潤的 或是說它比較 Creamer比較多的這個特性 可能就不會有 但是呢 它可能就可以非常出顯 這個產區它本身的風味特色 那這樣的Espresso呢 如果你單喝的話呢 可以喝到很強勁的產區的特色 那如果你把它加牛奶的話 就會形成很特殊的調性 因為呢這種Espresso它可能果酸會比較強 或者它的花香 或是水果香味會很強 這個時候呢 跟牛奶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呢 可能覺得跟一般 大家常喝到的 卡布奇諾啊 或是拿鐵 會有不一樣的調性 你可能以前喝的是 巧克力味 香香的卡布奇諾 但是呢 如果你使用Single Origin的Espresso 有可能喝到的是 花香味很重的卡布奇諾 或是水果味很重的拿鐵 那這就是Single Origin做Espresso 或是做卡布奇諾 或是做拉鐵 所以可以提供給大家的 一種味蕾上面的新鮮感 學長其實很鼓勵大家 可以去點點看 然後呢 放鬆你的心情 然後不要有太多的成見 覺得說 這個卡布跟我平常喝的好不一樣 所以我喝不習慣 你可以用更開放心情的去 試著去享受 好 那這就是Single Origin Espresso的 基本嘗試喔 那我們今天硬拍就是 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學長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訂閱 或者是在底下留言 學長可以告訴你更多 關於金米咖啡的丁點滴滴囉 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